第395集 贵妃醉酒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 玉兔又早东升 冰轮离海岛 乾坤奋外鸣 昊月当空 恰似嫦娥 离月宫 台上的人啊 咿咿呀呀的唱了起来 莫小瑜坐在观众席的最后面 当听到这一段时也不由的闭上了眼 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处 一下一下甚是合拍 而且听着台上的人唱着贵妃醉酒 仿佛整个人都沉吟在这个故事情境里了 那先不论是不是能听得懂啊 至少这婉转悠扬的曲调就已经让人沉醉了 但是呢 就在莫小瑜还沉浸在曲调里时 听一会儿 不见人唱了 还以为是演员在等曲子呢 没想到有人到了她的面前 莫小瑜一睁眼吓了一跳 台上的贵妃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自己的面前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莫小瑜刚刚看到台上的这些演员 还真是没看出来 唱贵妃醉酒的人是桑晓彤 直到她到了自己的面前 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 她才听出来是她 没什么 我路过这儿 我听到里面有人唱戏 我就过来听会儿了 反正也不要钱 再说了 现在都不唱了 就是想听也没地儿听去 莫小瑜笑笑说道 哦 原来是免费来听我唱戏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事呢 那好吧 你继续听 接下来还有其他人唱的 花脸 桑晓彤笑笑说道 哎哎哎 那么着急干什么 我看你这身挺好看的 我来就是找你的 算说吧 你在这里站着 我老有种仰视的感觉 虽然治疗颈绿病吧 但是时间太长了也累啊 莫小瑜说着低头 摇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说道 那我还得卸妆呢 到底什么事啊 虽然这么说 但是桑晓彤呢 还是坐到了 莫小瑜前面的座位上 看向莫小瑜问道 你啊 你其实不适合扮贵妃 你太瘦了 架不起衣服来 没有那种圆润的感觉 莫小瑜说道 切 你也懂戏啊 莫小瑜 你不要再绕圈子了 还是先说事吧 我着急走呢 桑晓彤说道 曲见文家昌吗 莫小瑜笑道 关你什么事啊 闲的吗你 桑晓彤白了一眼 莫小瑜问道 哎呦 看来是真的了 好吧好吧 算我没来过 莫小瑜淡淡的说道 不笑不怒 起身离开了 哎 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事啊 桑晓彤见莫小瑜走了 在他后面喊道 那还能有什么事啊 祝你们幸福 莫小瑜头也不回 白白手 消失在门口 莫小瑜回到龙又轩的办公室时啊 龙又轩已经下课回来了 看到莫小瑜进来 不由的说道 看来你还是不急啊 让你在办公室待着 你去哪了 厕所啊 哎呦这太巧了 我刚上了个厕所 你就回来了 莫小瑜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龙又轩也懒得戳穿他 于是呢 开始和莫小瑜谈礼堂的事 对于他这种人啊 龙又轩算是摸透脾气了 你千万不能上赶着 否则他就蹬鼻子上脸 用礼堂的事我回院里说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什么时候举办呢 龙又轩问道 三天之后吧 周末可以吧 可以 钱怎么算 啥 还有钱啊 我可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干了这么露脸的事 还跟我要钱啊 露脸也是露你的脸 和学校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属于租场地 学校里肯定是要收钱的 怎么可能让你免费用啊 那好吧 那你给我找几个人帮忙吧 话有点多 还得布置悬挂 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啊 对了师姐 你帮我弄呗 我不白让你帮忙 等到结束的时候 我请你出去旅游 还去西藏旅游怎么样 墨小鱼随口说道 和你呀 龙又轩不屑地说道 哎 我出钱啊 时暴时消 不许拉倒啊 爱吃谁 墨小鱼也是不屑地说道 不过呢 这次倒是很收敛 免得再惹毛了他 这可是你说的 别后悔 不会 哎 师姐 上次谈的事怎么样了 你和你大哥说了没有啊 墨小鱼想到了杜漫山的事情 估摸着自己和英康宁也说了 如果董天明肯出头 那这会儿应该就早就知道消息了 所以呢 这边还得再催催龙又轩 让龙顶天闭嘴 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唱对台戏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只是个老师而已 我哥是副市长 你觉得他们政治上的事会听我的吗 龙又轩不客气地说道 墨小鱼很想和他理论一番 当然想了想还是闭嘴为豪吧 无论他是怎么考虑的 只要是董天明肯说话 那这件事还是有转环余地的 再说了 自己和龙又轩在这里吵得再热闹 又有什么用呢 再说了 墨小鱼 你现在是个学生 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和杜曼学走到一起啊 他对你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墨小鱼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的时候 但是又觉得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所以坐到了龙又轩对面 就等着他的数落 把他心里的气撒出来就好了呀 因为墨小鱼看得出来 龙又轩心里就是有那么一股气 那至于什么气 怕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还有 我说你怎么不在意那个所谓的助教职位呢 我好心为你争取这么一个职位 本想让你多一份收入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 哎呦 真是没想到半猪吃老虎啊 两千万你都肯为杜曼山逃 又怎么会在乎那每个月千八百的呢 想想我真是傻透了 龙又轩说到此处 恨得将手里的叫案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吓得墨小鱼闭上了眼 还以为他会笨他的头来呢 师姐 我知道你的好意 我不是想要故意瞒你的 其实吧 好了 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不想听 龙又轩皱眉道 那既然如此呢 墨小鱼只好闭嘴了 看着龙又轩紧锁眉头的样子 墨小鱼也是没招了 一来呢 不敢再嬉皮笑脸 二来呢 觉得自己和龙又轩也确实是没话可说啊 你走吧 我还有事要做 过了一会儿龙又轩说道 师姐 我请你吃饭吧 这都到饭点啊 墨小鱼说道 不饿 你走吧 有事需要帮忙就去找文家昌吧 我没时间 龙又轩说道 这等于是下逐客令了 墨小鱼无奈 只能是灰溜溜的离开了龙又轩的办公室 但是关上门一扭头 一下子碰到了一个人的身上